先解冻浓利鱼柳 你也可以用三文鱼 让它自然解冻 准备土豆 削了皮的土豆 将它们切成小块 快要切得小一点 便于烤熟 像这样切成小块 放入装有稀薄煮的烤盘类 准备黑胡椒粉 均匀地撒入黑胡椒粉 少许的撒入 均匀地少许撒入一点盐粒 同时加入橄榄油 将它们混匀 好 烤箱预热380度 是380华氏摄氏度 好 将腌制好的土豆块 均匀放入烤盘内 我加入了有玉米粒 和豌豆粒 是冷冻的食品 我没有解冻 你最好是解冻了以后 放入烤盘内 我因为时间来不及 我直接放入的是冷冻的食品 好 现在切洋葱 切红椒 切成粒 切成这样的小方块就可以了 洋葱切成细丝 切得细一点 然后把洋葱掰散 均匀地撒入烤盘内 放在最上面 好 我们将它放入烤箱 380度 烤40分钟 好 我们现在来准备调料汁 拍三颗大蒜 拍了以后呢 就非常便于你包大蒜的皮 很容易就把皮包掉了 好 将大蒜放入压蒜器 压成蒜泥 好 这是黄油 加入两大尺的黄油 在锅内 加热黄油 让黄油化开 再加入 美极鲜酱油 美极鲜酱油 两次 再加入鲜味 蚝油 两大尺 再加入 美极鲜鲜鲜 半袋 再加入 一杯的水 一个cup的 清水 将所有这些调料 搅拌均匀 煮符 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来腌制 浓粒鱼柳 将浓粒鱼柳 瀝干水分 千万要瀝干水分 加入橄榄油 加入橄榄油 将它们抹匀 抹在鱼身上 抹匀 同样的撒入少许黑胡椒粉 撒入少许黑胡椒粉 撒入少许的盐 盐 将浓粒鱼柳 对折 腌好的 相对 腌好的面相对 再把另外 没有 撒上 黑胡椒粉的 那两面 撒上黑胡椒粉 和盐 粒少许 好 这样呢 让它腌制五分钟 放在旁边待用 好 四十分钟 的土豆 洋葱 豌豆 粒和 这个玉米粒 烤制时间到了 我们取出来 然后放上 红椒 再在红椒上面 放上我们腌制好的 浓粒鱼柳 在浓粒鱼柳上面 加入蒜蓉 均匀地 撒在浓粒鱼柳上面 再加入一些葱 葱花 葱栗 摆放在 浓粒鱼柳的面上 最上面 好 现在来浇 调味汁 刚才调好的调味汁 均匀地 浇在鱼柳上面 确保 鱼柳的每一处 都浇上调味汁 这样的鱼柳 就会更加的入味 最好是用这种汤匙来浇 好 在烤盘的四周 也浇上 尽量把每一处都浇上 以确保所有的食材都能够入味 好 用汤匙的话就是非常方便 便于你浇在每一处 好 我们把它放入烤箱 同样是380 华氏摄氏度 华氏度 烤15分钟 15分钟 到了以后 我们取出 你看这个鱼柳呢 烤制的刚刚好 刚好烤熟 但又没有烤老 所以鱼肉就是非常的鲜嫩 我们取出来了以后 马上 将它拌匀 因为调料汁可能 积在最下面 我们将 我们将 我们将调料汁和所有的食材给它们拌匀 这个时候拌匀呢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防止粘连 你看 这个鱼柳非常的鲜嫩美味 你也赶紧制作这道大餐吧 陪您过节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